从北京市仪表厂退休时,关玉香已经50岁了,30多年的仪表工生涯,让她对事业情有独钟。 关玉香没有打算安享晚年,而是依然创业,成立了北京经营仪表公司。 可惜首次创业已失败告终,不过她没有轻易放弃。 1994年,55岁的关玉香,在海南旅游时发现了商机。 海南的饮料产业如火如荼,做饮料的厂子很多,却没有做包装的,也没有做罐的。 于是,关玉香产生了一个大大的想法,建一个质罐厂。 她带着30万元积蓄,和儿子周云杰来到海南,创立海南奥瑞金包装时也有限公司。 起初,奥瑞金生产规模很小,只有16个员工,一条简陋生产线,只能跟一些小厂合作。 1995年,在深圳市场,关玉香过代初级,努力争取这个大客户。 当时,红牛要求使用国内市场上,没有的粉末补图技术,关玉香就四处寻找,最后成功跟一家新加坡公司购买了该技术。 周云杰回忆,求得了与红牛的合作机遇。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,我和母亲王伴海南到深圳到广州之间达40亿次,加上先进的技术,将关玉香打败了竞争对手,获得和红牛合作的机会。 而奥瑞金的发展,也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 此外,关玉香又提出打造饮料关装基地,让两家企业的生产显结合更加紧密。 事实证明,关玉香的决定是正确的。 在红牛的庇护下,奥瑞金的发展突飞猛进。 2012年,奥瑞金在深交所成功上市,市值高达200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